要想出城高,晨曦教你招 哈喽,大家好,我是晨曦 欢迎进入今天的晨曦化三国时间 本期的话呢,是邀请大家跟晨曦一起聊聊 三战各个阵营最值得求贤的武将 那首先映入眼帘的话呢 曹魏阵营,当之武愧的是曹操 从属性面板上来看的话呢 齐盾双S 这就给了曹操的话呢,很大的一个发挥空间和队伍的适配性 其次的话呢,智力91,统帅99 在四围这一块的话呢,智统双拳 能够很好的,拥有很好的抗击打能力 其次我们再来看到曹操的,他的一个战法 满级的乱世奸雄呢 可以给友军造成的伤害提升16% 自己受到的伤害的话呢,减少18%,而且自己是主将的时候呢 副将造成伤害的时候呢,还可以恢复一定的兵力 说句实在话 一个技能,极了增伤 减伤 回复于一体 并且呢,他还是指挥战法 你觉得这样的战法,牛逼吗 那肯定牛逼啊 对不对 然后 他常规的搭配的话呢 就是,司马懿 曹操 满丑的太卫盾 以及的话呢 夏侯渊 曹操 郭佳 的 丹侯渊 旗 这都是比较强势的队伍 甚至说的话呢 张角的三世旅 呃,张角的三世张角 跟曹操搭配 也能够发挥出不俗的效果 所以呢 十分值得推荐的 为国求贤 非我曹操莫属 那接着我们把眼光 跳转到吴国阵营 吴国阵营的话呢 我们选择的是乳素 为什么呢 原因有以下几个 第一个的话呢 乳素是作为S3的限定武将 过来S3 再想在PK赛季 他抽 是抽不了的 其次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兵种属性上 盾弓枪 其实都是A 其实适配性还算不错 最最重要的话呢 是他的战法 继瓶耗施 我们可以看到 继瓶耗施的满击效果 战斗第二回合 将自身的属性的40% 移交给兵力最低的友军 三到五回合 恢复我军兵力 最低单体 百分之二百八十四的治愈率 而且还受到智力的影响 并且的话呢 还会将其受到的伤害 降低百分之二十六 持续一个回合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战法 它是集 转移属性 加 恢复最低兵力单体 加减伤为一体 转移属性的话呢 无论是给到说 你的大C 比如说你的大C输出 百分之四十的属性增加 它的伤害更为强力 更为爆炸 那如果说你这百分之四 的属性的话呢 移交给了 比如说移交给了啊 你队伍最强硬的人 那它可以 类似于一些 蛮宠队伍啊 或者说 一些队伍 那它可以更好的 去给您去 吸引伤害 那三到五回合的话呢 恢复我军兵力最低单体的话呢 就是极大的增加了 整个队伍的续航 兵力最低单体的时候呢 一直加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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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还降低伤害 这就保证了 整个队伍的完整性 所以 吴国 真的要推荐 一定是 如素的 那聊完了 魏 吴 那蜀国也是 必不可缺的 一环 那蜀国的话呢 其实上榜的话 我建议是有两位 第一位的话呢 是刘备 那为什么选择刘备呢 不是说 它的属性有多厉害 也不是说 它的战法有多强 主要是因为 一个战法 居民 那首先我们看到 军民整个战法的话呢 它的兑换 其实相对来说 是比较简单的 成将的话呢 只用到了刘备一人 那还有搭配 紫将 迷兰 和恐龙 那兰将 陶千 就可以兑换了 但你别看 只消耗了一个刘备 但它的一个战法效果 真的很强 很牛皮 我们就得看一下 指挥型战法 战斗前三回合 我军两人造成的伤害 降低24% 受到的伤害 也降低24% 受到统帅影响 战斗第四回合呢 恢复兵力126% 受到智力影响 就我们可能初看啊 初看下来的话呢 诶 你既然又降低 我军的伤害 又降低敌军的伤害 那不是一把双刃剑吗 对不对 但是我们仔细去想 战斗前三回合 主要是针对什么队伍 速攻队伍 对不对 那主要适合什么队伍呢 就是越往后面拖 越为强力的队伍 比如说什么 泰卫盾 那其实无枪也算在内 那这个时候 泰卫盾 无枪 能够保证 前期没有被速攻队伍 爆头的情况下 他肯定是越来越强的 而且的话呢 还会搭配一个 恢复兵力效果 也颇为不俗 整体来看的话呢 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一个战法 这也是选择刘备的原因 那蜀国第二位上榜的武将 就是诸葛亮 那选择诸葛亮的话呢 原因很简单 首先我们从属性上来看啊 诸葛亮的属性 真的没法挑 智地100 三战天花板 统帅98 统帅也是接近于天花板的存在 你这个时候 你去挑他属性 完全没得挑 弓兵S 枪兵S 那他的话呢 搭配起来也蛮轻松的 比如说 S1的天枪 S2的属制 和PK赛季开始的麒麟 都是特别牛皮的 特别牛皮的一个队伍搭配 那其次我们看到他战法搭配 其实这个战法的话呢 神机妙算 对于就敌军两人 就是发动主动战法的时候呢 有35%的几率 那令其发动的主动战法失败 并造成一个谋略伤害 其实怎么说呢 这个战法在PK赛季前 还是比较厉害 因为PK赛季前嘛 大家都主动战法也会蛮多的 特别是S1 基本上全是主动战法 但是你进入PK赛季之后 大家都会选择更为稳定的 指挥 被动 突击 那这个战法的话呢 就意义不大了 诸葛良也变成了一个 从-C的一个位置 变成一个偏向于 纯辅助的一个位置 但是呢 丝毫不影响他的地位 因为他能够换一个 特别强的战法 草山借鉴 那我们可以看到 草山借鉴的话呢 是需要消耗三个成将的 周瑜 诸葛亮和于静 所以的话呢 我也就把 诸葛亮排在刘备后面 因为这个所需要消耗的武将 要更多一点 但是技能效果很强的 我们可以看到 移除我军群体负面的效果 群体的负面效果 并且使我军两人 获得急救状态 受到伤害的时候呢 有70%的几率 回复兵力 持续整整两个回合 我们可以看到 移除两到三人的负面效果 这对于卫法期 以及的话呢 一些需要负面 来打伤害的队伍来说的话呢 是非常非常克制的 而且的话呢 我军群体的一个恢复状态 急救状态 也给了队伍增加了一定的续航 再加上我们看到 主动战法65%的概率 就怎么说 天花板了吧 所以整个看下来的话 草山借鉴真的很强 这也是为什么选择诸葛亮上榜的原因 那最后我们的群阵营的话呢 我选择的是张角 这个应该大家也不意外 主要是因为的话呢 张角的瞬间爆发太高了 而且非常百搭 我们可以看到 盾攻是双S的 这就让张角可以在很多队伍当中去适配 比如说三氏盾张角 是非常强的 风氏阵张角 五风阵张角 都是很强的 甚至说在群弓张角 它都有一席之地 那适配行动的很好 然后就是自带的战法 我们可以看到啊 虽然它是准备战法 但是呢 对敌军随机单体呢 遭生136%的伤害 并且的话呢 有概率进入震慑状态 持续一个回合 一共触发五次 如果说你有天弓 那就是六次 整套伤害打下来 简直简直恐怖 就我自己实战的情况下 的话呢 张角最低的话呢 一发都能打五千 你高的时候的话 一发八千九千都有 真的 瞬间爆发 特别强 而且这个队伍的话呢 特别百搭 其次的话呢 就是我们要说到的 太平道法 那我们可以看到啊 太平道法的话呢 它的一个兑换要求很简单 就是张角三兄弟 但是的话呢 你不要小看它的效果 获得28%的奇谋 并且提高自带战法 6%的发动率 如果是准备的话呢 提高12% 受到质量影响 那真实效果的话 下来的话 差不多20多 而且自身为主将 那副将的话呢 是黄金军 也同样有相关的 一个战法提升 就这个战法 你可以不夸张的说啊 它是 后期 大合法师的话呢 算是 常备的一个技能 比如说张角自身自己 我换我自己 我用我自己 然后陈玉 陈玉上也很高的 但是呢 有太平就更强了 甚至说陆迅 陆迅配上这个也很强 而且 庞统 庞统的自在战法 发动率其实并不高 但是呢 叔叔很强 有了太平的加持 它就会很强很强 所以这也是我们 之前也讲到的 太平四节 就是这四位 所以 这是群阵营的 一个选择了 那以上的话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 画三国的内容了 我是晨曦 我们下回再见 喜欢晨曦的朋友 可以点点关注哦 拜拜